天气干旱不仅降低了水坝的水位 还导致吉兰丹万节的泥炭土林地狂烧超过两个多月 还蔓延超过了50公顷的土地 橡胶园和游棕园都沦为灾区 由于附近的水源几乎是干涸了 小整园多次到场试着灭火也都徒劳无功 满山的林地冒着滚滚浓烟 这里是吉兰丹万节古农 泥炭土林地狂烧足足两个多月 超过50公顷的土地几乎变成焦土 延烧这一带的橡胶园和游棕园 摧毁原主苦心经营的农错物 眼看泥炭土闷烧不止 细数这段时期的财务损失 居民无语问苍天 居民无语问苍天 透露消种局多次派员到现场试图灭火 然而由于干旱严重 林地一带的小西货水源几乎干涸 面对上天的考验 居民大多趁着夜晚天气比较凉的时候 合作自行灭火 直到清晨四五点 清晨四点 万一干旱气候持续恶化 只怕泥炭土林地会狂烧不止 居民希望水利关盖局能出手相助 在灵火延烧的地区清洗水管 注入水源 好让居民能及早扑灭火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